因為他們最近有這本書叫做 我提名給我到的這本書 他這本書要跟大家跟各位做分享 就是如果你今天作為工作者 你今天是個衝人家而已 你想要做的第一步是跨出你這個術師圈的話 事實上牧師平台是一個很好的pre-sale的館大 甚至在做之前才知道大家會有多難 說不定一泡紅都會不一定 所以這個平台在台灣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願意跟富士班牙合作 原來是這樣子的 OK 好 那 再不多說 我們要請最後一個分享的就是 Friend Me的大 我覺得9分鐘超自體的 所以我今天就不客製我講話速度了 這樣子可以 我剛才出來會口齊的臉不輕鬆 所以跳下去講 那天天應該沒有跳下去就有點瘀 所以我們不快就大家跳下去好了 剛剛不是講48公斤到96公斤嗎 不是這樣子啦 48公斤在那邊 然後90在那邊 96在這邊 然後 8公斤數 算了8公斤數 我現在27歲了 幾歲了27歲讓我覺得很憂鬱 因為27歲你再加3歲 你交30歲了 為什麼3歲讓我很敏感 因為其實我是24歲 就從3年前的這一天 開始做短音V的 對 其實對我而言這天才做短音V的 其實不是4月23號 所以那 3年前這天開始做短音V 但是那天行得在三年前或者再三年前的話 我在日本念高中 然後我這個人是一個不斷半途而備的人 我日本在高中我也沒有念完 因為那時候碰到SARS 必須提早回台灣 然後我就失去了永久居六圈 然後我就變成義男了 可是我好像胖中免疫了 我就覺得很神奇 後來我去念政大 然後政大念一念我被退學 然後從他進台大 給他念一念 好像你都快要被退學 大家可以脊椎很忠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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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就是職業傷害 越來越胖 我今天跟他講過 其實你吸取了很多政念能量 你會覺得變胖 有碰到很多你覺得你沒有甚至盡力 你會覺得很多壓力 壓力會把你弄更胖 那今天是很重要的意思 剛剛講過了 昨天晚上喝了一百杯酒 那是真的 可是我一百杯酒是看每個案子 失敗了 所以看一個案子 一個案子 其實我們之前也在埋怡過激 那時候並沒有成功 而且我覺得很自責 尤其我沒有真的很用心去看這個案子 雖然不是我帶的 但是我應該看他 這個壓力很大 可是你會發現其實 人有一種任性 誰要我幹嘛那麼緊張 講話都在懂啊 其實人有一種任性 就是我們想完成一件事情很任性的 可是大家都很任性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成功 而有些人不好 因為他們得到信任 有些任性的人 可以得到信任 有些則不 那他們為什麼可以得到信任呢 好 那我從小也是不被我媽信任的孩子 就是這個是青菜藝術時候 還蠻最貴的一幅畫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直接講 他賣了28億台幣 我五六年級的時候 念的是美術班 然後我要上國中的時候 我媽跟我講 不准念美術班 因為美術班沒有前途 後來2001的這幅畫賣出去 我就把這幅畫拿給我媽看 我媽說 這跟你有什麼關係 那到底是你畫的 你又不會畫那個 那你用的東西 我就覺得奇怪 別人的成功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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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拿來應證自己的選擇的路 是不是一定要自己做到什麼 才會被別人肯定呢 好 那講到創業 其實我覺得今天在做的大家 每個人都在創業 但是有些人在創的是事業 有些人在創的是口業 口業跟創業的分析也太薄弱了 其實我發現就是 從以前到現在這四年來 就是我一直寫很多題話書 一直看很多內容 但是大部分時候 我在看群眾募集案的時候 我是很開心的 在寫政府捕捉案的時候 是很難過的 為什麼寫政府捕捉案很難過 因為你發現你在說謊 然後一開始你在寫的時候 你還沒有說謊 在寫人家報告的時候 你在原謊 那時候你的話才真的說下了 但在群眾物資平台上面不一樣 就是你只要好好的說 你到底要做什麼 像我剛剛跟那個 從非洲看前的台灣講說 拜託你們影劍重拍好不好 你就把你們剛剛那兩段剪起來 那就很棒 那是真的可以感動的 那是你真的想說的話 而不是拍一個假的東西 讓別人看到 創業前 你就是在下海常去做生意 你要的東西 是你把你自己擁有很多事情賣給別人 你的夢想 你的替化 你擁有過的人脈資源 你要旁賣給別人 換的是別人信任你 別人願意給你的資源 動不了 欸 我這個人很快的習慣 就很喜歡在別人倒台之後 再去看別人寫的書 那這個人右下角 他是 羅勿的清洗寫 父母爸爸很爸爸的作者 然後我在倒台之後 剛才看他的書 然後買了選套 因為那時候書特別便宜 然後買了選套 那時候書特別便宜 只要看第11點就好了 他說一個好的創業者應該 可以為整個團隊 承擔責任的勇氣 那我覺得他在亂講 重點不是勇氣 重點是能力 你有勇氣承擔沒有勇 你要有能力承擔可以 但是我們沒有這個能力去承擔 我們能不能把這個東西 分享給別人 讓大家一起去承擔 這就是群眾物資 好 你知道這個東西後面有別的故事嗎 你知道孫悟空第一次 呼叫地球上的人都是失敗的嗎 對 他為什麼失敗 沒有 他看奇怪 明明十年前的天下第一武道會冠軍 可是沒有人知道他 後來是誰幫助他 跟他回憶出來 撒旦 撒旦前程 對啦 所以我們在群眾物資的時候 我們要找的是很多個撒旦前程 可是你的撒旦前程 跟我的撒旦前程不見得是一樣的 那個我們講述語話就是異見領袖 今天這條點這麼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條點的大家幾乎都是異見領袖 也許你不覺得 但是你比其他牌可能是99%的人 都來得積極 因為你現在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今天在這邊分享是一個非常棒的事情 那時候小光在我一起做文明朝鮮 我覺得你有問題 因為台灣剛被退學 你什麼都沒有 他知道你合夥 是不是要看上你的什麼 我今天怎麼大家一直用做自己有關的東西 我那時候很天真的以為說 就是年輕人 我看你骨骼 其實是個創業期才會一直創的外交 我還好有趣 然後他就跟我們不是這樣想 反正主持人就創了5V 那這個是杜汶哲之前講的話 上面那段話 還記得嗎 他在5月25號裡開香港的時候寫的 你不覺得看得起來很難過嗎 對啊 他已經不再願意跟別人解釋了 因為他覺得不需要了 但是 下面才是我覺得一個 你想要追逐夢想的人應該有的態度 但是用正確的方法去解釋 不要有錯誤的方法去解釋 這樣就很難 好像安利文的Skin應該不太好 我沒有批評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很浪帥 好那 精確的陳述問題能比別問題重要 其實你看剛剛每一個分享讓你感動的事情是什麼 他們真的點出一個 我發自內心也覺得就是這樣的問題 然後他們也許還沒有解決它 但它已經讓你覺得它可以解決了 所以真的就是把這個問題好好找出來吧 在平台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我覺得一個成功的母子戰記就是四個要素 那裡面的期待跟信任跟價值應該都不用講太多 那我想獨特 好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獨特的人嗎 是嗎 是 覺得獨特可以舉家手嗎 好 那你們獨特在哪裡 好 因為時間關係 如果我真的用心要找出一個獨特可以講說 我覺得我是台灣網路圈BMI32以上 好 好 所以說16到30歲之間最算的難度 我可以這樣找到我的獨特 那你也可以 一定可以怎麼這樣找到你自己的獨特 你的圈圈放得越大 交疊出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其實有點疊圖分析的味道 我們也可以疊圖 疊圖疊圖疊圖 疊圖你自己的獨特 那就是你可以讓別人信任 讓別人期待 別人投資大值得所在 咦 我回去 好 好 我先講 我們現在台灣正在台灣最大目視品牌 也是亞洲最大的 之一的 但我們現在好不容易 總算 存一兩平 那其他很多家可能加起來的金額 是我們的數費之四分之一左右 可是問題是那不代表我們比他們厲害 事實上那反而讓我們有更大的壓力 我們先不要往下看 我們往上看 這是Kickstarter跟我們的差距 三百倍跟一倍 他們目了三百億台幣 我們目了一億台幣 但反過來看 在台灣 我們的贊助者有六萬多人 在台灣 Kickstarter贊助者只有四千人 剛剛不是有想到單一故事的危險性嗎 對 喔 大神 單一故事的危險性在於 單一故事也有很多的說服力 因為危險就在於說服力 像譬如說Yahoo的案子 我們發生那件事情 可能對我們沒有把它做得很好 可能在Yahoo不影響到的人裡面 他可能就會覺得 嗯 翻譯B跟Mario比起來 翻譯B好像比較不用心 這是很大的責任 為什麼我要喝一百杯酒 因為想想看 這一百個人他們可能會覺得 我沒有用心 這是我覺得很大的壓力 雖然可能旁邊有一百五十二個 會覺得我很用心 可是一百個就是沒有用心的人 那翻譯B的狀況 時間關係直接跳過 這是亞洲最大的起因 台灣是最適合的國家 台灣是人均捐款金額最高的國家 台灣也是人均售賬片比例最高的國家 所以你在台灣如果是 你那麼做不好的話 你在日本的國家 你都不一定能夠做得好 但是不是得到 就是選到 真的 我覺得我在這一百個失敗單子裡面 因為我學到很多東西 但是我發現一個人會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現在很努力的要尋找 新的人 接手的人 一起把這個東西分享給更多地方的人 不管在台北 台中高層 在任何地方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希望你可以跟我聊一下 那 我覺得重點不是你做了什麼 而是你做好了什麼 不要再去想那個to do list 去想你真的do well什麼東西 那我就覺得這是一個 讓你往前的很重要的動力 那這是我們的初衷 台灣有很多藍色的人 有很多紅色的人 有很多紅色的人 有更多灰色的人 難道沒有另一種力量嗎 有沒有 另一個真的藍色的人 後面 願意推動他 讓他往前進的人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成為這樣子的人 對 大家都用一分鐘左右 這是後年的10月10號我要結婚了 田� Varg 還有你嗎 但他是我的女朋友交往10周年的今天日 然後 目前婚禮的所有東西都是跟提案者有關 1點 3點 所有的全部東西 然後收了李金應該也用不來個力收 那我覺得現在一切都不好 我現在做一件事要說就是要瘦30公斤 所以再瘦回去我就可以準備結婚了 那有人會問我說 群眾物質在未來趨勢上會怎麼演變 我覺得群眾物質的任務就在於創造未來的趨勢 那所以今天其實 我覺得大家在這邊的每個人 我們都在做一個很大很大的群眾物質 這不見得是甜 我們用各自的專長一群追求的東西 它沒有一個金額目標 它沒有一個倒數字體 它不會有人跟你講是成功變失敗 可是它的回饋是 你發自內心覺得 因為有你的存在 因為有它的存在 你的世界變得更好的一點點 這是我們一起在募資在做的事情 那 我們都正在聽到導演5號 聽到導演5號 所以 我每次搭電車要去上班之後 直接聽說你要去抗議喔 然後我說不是我要去上班 那你不用拍子 我跟妳講我很支持 然後我們沒辦法 其實以前人家說網路參與 或說那個鍵盤參與其實有比例子 現在還是不在世了 以前是外人想你一人到場 現在是你算不到場 你也可以在網路你的位子前面 做很多你可以做的事 我覺得這點跟阿鳳的想法是一樣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來 不管你在哪一個平台 選擇什麼都要放棄 去找你覺得值得支持的人 去做你覺得值得去做的事 那就這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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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常常都要坐在那位子 看每一個分享者 就是分享人過去 這樣我覺得今天算是 我覺得過蠻快的一次 因為有時候有些分享者 但是分享沒有那麼好 然後今天我覺得今天分享 是要某程度上分享得很棒 我覺得很大部分就是 因為大部分人 非常能來自木製領導 事實上大家都分享 不是他的案子 而是他的夢想 木製我們那一開始 好像是不想投資的案子 可是實際上 在做那個人是在做他的夢想 我覺得每天都一樣 所以我覺得很棒 今天這段很多很棒的講句 很棒的分享 他在內心 在分享 他的人生的故事給大家 所以我覺得希望大家 真的 我現在再重複 不見得一定要有錢的木製 可是我跟他 我跟他講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用錢木製他的話 一定要透過 木製平台的廣告 也不是說 我昨天看到Foodie很棒 我這家三千塊 我覺得東西很棒 我覺得還在通過Fry Me 通過Real 通過Inns 因為這平台也很重要 如果你沒通過他 他拿不到錢 他就會拿這樣對不對 是不是很重要 這是我們在 我覺得很重要 就好像為什麼我們活活動 只要有付費活動 我一定會給他錢 我不會殺他錢 因為他活不了 我也活不了 很簡單就是這樣 可是台灣人很喜歡 你是我朋友耶 你說賣150了 我覺得那個貴 少了100塊的包 不提密嗎 買10本 1000塊的那樣子 我覺得不對 反正是朋友才支持他 當朋友都不支持我的時候 那段的時候就支持我 我覺得這又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 大航你們說我們大概也會賣20 OK 我們支持你 然後我們再支持我們的 拿回會我們的 會員這樣子 所以雖然還要拉到 如果大家願意怎麼回事的話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 焦點 今天人算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會比較多的收入 可是你看現在300塊 60個人18000 到底可以養多誰 說真的 我們現在還沒有到 可以break event的狀況 沒有把它存在平衡 可是我們希望大家 更多的幫忙 大家幫忙的 不只是焦點 而是可以站在這個 舞台前面的人 謝謝大家 我們下個月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